我們必須要先說第一件事 蔡英文這次開札開得很漂亮 結果立刻就是開札 而且還加一個永久不能再入民進黨 一轉過去四次的這個會選的情況 結果議員都還是可以懷選 那蔡英文這次做得非常的明確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政治示範 但是這件事情 不論今天有沒有高玉仁 有沒有王金平有沒有朱立倫 我們都可以確認這件事情 這一定有會選在裡面 因為已經擺明了民進黨二十九席 國民黨加這個所謂的 就是五黨籍是二十七席 你怎麼選 盜者選 躺者選 不管瞄著眼選 你都是民進黨 一定可以拿得這個所謂的議長 我還記得那次不是開票嗎 那我旁邊有幾位民進黨的這個 就是高級黨工 就是徐家徐 徐議員 那那時候我記得那個票一直開出來 就說這個台南市是大勝這個議長落袋 然後接著高雄議長落袋 接著這個新北市有機會議長落袋 那時候的泰式就這樣說 這個是穩的穩的 結果沒想到被大翻盤 當然我想大義士清州送給賴省 他是大義清州 因為高雄的事件 剛才我們有談到 明明有談到 高雄是因為之前發生這麼多案例 因此只要你提名是高雄市民進黨的議員 都要簽一個就是如果當選的時候 你沒有支持本黨的這個議員的話 直接辭職信就交出去 而是在初選的時候 就寫了辭職信了 那同樣道理其實長期來 台南也有簽 台南簽的是 簽得不一樣 沒有 一樣一樣 一模一樣 跟高雄的是一模一樣 就是黨計輸給新台幣 對對對 好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看高雄這個樣子 市市城局的這個力道 是比較兇猛 但是我要回來批評 他是同樣一個人 今天你不論是陳水扁案 或者台南案 其實有個關鍵人叫羅盈雪 他絕對扮演了觀念的角色 羅盈雪絕對跑不掉 不要忘記了 我常問人家一個問題 量票的刑責跟會選刑責 誰比較嚴重 就一個法務部長的角色來說 到底是量票比較嚴重 還是會選比較嚴重 法務部 我們一直講 法務這東西是 你蒙著眼鏡的一個女生 手上一邊拿的是天平 一邊是拿的是劍 意思說他是不看 他是一個以評 就是哪件事比較重要 為作為對他要檢 可是你們要注意到 這一次整個縣市長的這個 所謂的議長的這個選舉 羅盈雪一直談到量票... 卻沒有對會選來做這個 強烈的抨擊 所以擺明了這件事情 今天阿平... 我不會贖阿平 ... 我會贖阿平 你不怕 埃了個角色 我可以選擇 你不怕